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迁都沈阳建立皇宫 满洲八旗彻底壮大成为了与明朝相抗衡的政权 沈阳故宫在清朝前期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自康熙以后的清朝皇帝们感恩于先祖的庇佑 不仅修缮和改造沈阳故宫 更清零关外祭祖 使得沈阳故宫历经数百年仍整齐完备 这里见证了清朝先祖们曹创世的艰难 而皇太极的促死 太后下架的遗云 更让沈阳故宫充满了神秘色彩 今天让我们一同出关北上 走进清朝另一座皇家宫殿 沈阳故宫 北京社会科学研究员 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 我严重年先生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带来细节节目 大故宫第三部 第二十二集 沈阳故宫 大家好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沈阳故宫 你讲大故宫干嘛 讲人沈阳故宫啊 有道理 沈阳故宫啊 曾经是故宫博物院 沈阳飞院 它是一个仪器里头 沈阳故宫是大故宫 要讲到最北面的一座皇家宫园 我分三个小题目 先讲第一个题目 一 清出三宫 哪三宫呢 就是兴经 后经汉宫 二 东经 后经宫殿 三 圣经 清出宫殿 清朝第一个宫殿在哪啊 是在金辽宁省福顺市 新宾满族自治县 永灵镇 赫图阿拉斯 我讲过 诺尔哈市在明万利十一年 1583年起兵 经过了33年的征战和兼并 基本上把女征各部统一了 到明万利44年 也就是后经天命元年 公元1616年 诺尔哈市在赫图阿拉 皇一称镇 建元天命 史称后经 他称了天命大寒了 他得有宫啊 宫殿啊 在哪儿 就在赫图阿拉 赫图阿拉这个地儿 我多次去考察过 四周欢山 山欢水绕 在一个小的平地上 突突 这么一个山 叫平顶山 也叫横港 像蒸这个高桩馒头 突出了起来 离地十米多一点 那个山顶是平的 所以叫平顶山 现在这村叫赫图阿拉 当年也叫赫图阿拉 就一口井 圆的这个山 建了城 外城 里面又建个内城 哈安王的宫殿 就建在内城里面 宫殿 雅属 还有玉皇庙 还有几座庙 那个宫殿呢 没琉璃网 灰网 还有一部分草房 非常简陋 诺尔哈士跟他们 贝勒门喝酒 吃肉庆祝 没桌子 没椅子 席地而坐 大碗吃肉 大口喝酒 草莓时期啊 是很简陆的 那个城墙啊 哪有城砖的 还有女儿墙的 没有啊 就是一层石头 一层土 一层木头棍 再一层土 一层石头 一层木头棍 叫土石杂柱 这么堆起一个围墙的 哪有像 万里长生 这烧不了城川 这是第一个宫殿 第二宫殿呢 就是明天起元年 后经天明六年 公元一六二一年 哈士这时候 玉毛丰满 带领军队 攻打 辽东重镇 沈阳 攻克了 接着又攻打辽东首府辽阳 当时辽东首府是辽阳 又打下来 诺尔哈士很高兴 搬家 要搬到辽阳 辽阳本来有个旧城 辽金都有旧城 他住在太子河边 建一个新城 叫东京城 诺尔哈士又在这 建宫殿 雅属 这是后经的第二个都城 叫东京城 东京城是1622年开始建 建成以后不久 到1625年 开四年左右的时间 诺尔哈士不行 要搬家 我都城要搬到谁 贝勒大臣都不干 我们干脆的劲把家建好了 贝勒家府都建好了 你要搬家 诺尔哈士跟他讲道理 长篇打对讲道 我就不隐了 没说服 诺尔哈这个老爷子生气了 你们不搬 算了 我搬 他带几个侍卫 连夜 往沙阳赶 夜宿胡披义 第二天到了沙阳 哎呀 贝勒 你看老爷都走了 跟着吧 都跟着沙阳 住哪 没有宫殿 住在一个四合院里 后来叫做汉王殿 就是个四合院 开始建 第三个宫殿 是第三个三 就是圣经清出宫殿 圣经清出宫殿 就是沙阳宫殿 分三路 东路 中路 西路 先说东路 这个东路 以大正殿为主 以石王庭为福 成一个八字形 这么展开 大正殿是八角形的 重圆 穿肩顶 明柱是红柱 有两条利笼盘柱 注意啊 此前 大的都城的正殿 没有一个是这样 这是满洲建筑特点 这个八字 殿是八角形 旗是八旗 它重这八字 石王庭是十个庭子 左右各五 有人问 八旗 它干嘛十个庭子 八旗的旗主碑了 办事都在庭室殿办 八个旗 八个庭 那两个庭子呢 是左一王 右一王 各占一个庭 一共十个庭子 它八旗是围列 左一四个 右一四个围列 打列也这么围 围列也这么围 中间就是中路 中路最主要宫殿 一个是崇正殿 相当于故宫太和殿 它的后面是凤凰楼 两层 再后面是清宁宫 清宁宫相当于昆宁宫 皇后在这儿 东路是诺哈赤时期奠定 中路是皇太极所奠定 中路西院 很重要 皇太极是一后四妃 后住在中下的清宁宫 那四妃呢 住在西门院里头 西院里头 东佩宫两套房间 各三间 就是官居宫 延庆宫 西佩宫 也是两套 各三间 临止宫 永夫宫 永夫宫 就是庄妃住的永夫宫 生顺治 就在永夫宫生 再就是西路 西路主要是 清帝东旬的时候 逐渐逐渐 扩展起来 清帝东旬皇帝 一共有十次 康熙皇帝三次 千龙皇帝四次 嘉庆皇帝两次 道光皇帝一次 千龙这人比较简教 讲台上 就是修了西路的这个宫殿 比较完整了 千龙皇帝外 有十次 经历口 就在这一位 文物里面 也不可能 所谓有什么 千龙皇帝 什么 或许多 宫殿 文殊当年是修了七部 北方四部 第一部是故宫的文元阁 第二个是圆明园的文元阁 第三个是承德碧雾山庄的文京阁 第四个就是沈阳故宫的文宿阁 南方三部 一部是扬州的文会阁 镇江的文宗阁和杭州的文兰阁 那沈阳故宫文宿阁这个四股圈是完好的 现在中国四股圈最完整三部 一个是皇宫文元阁 现在台北 一个是承德碧雾山庄文京阁那部本 在现在国家图馆 一部就是沈阳文宿阁这本完整的 现在保存在甘肃省博物馆 我们齐部司徒宣众 书阁喝一的 到现在一部没有 九鬼九富玉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清太宗皇太极暴族沈阳故宫 皇位继承成为难题 七大臣相持门下 最终顺治皇帝胜出即位 这是一场怎样的较量 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相比金碧辉煌的紫禁城 沈阳故宫显得简朴而紧凑 但他历经清太宗努尔哈赤 和清太宗皇太极两位皇帝 凝结着女真兴起的血汗 被视为清朝皇室的祖居 在清朝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沈阳故宫发生过许多影响清朝历史的大事 有的或记载故乡或众说纷纭 随着时光流逝 终成历史之谜 沈阳故宫事情太多 大家不断地提问题 我筛选了一下三个问题 二 清宫三岸 一 太宗死因一案 黄太极在冲德八年 也就是冲政十六年 一六四三年 八月初九 在清宁宫 突然就死了 黄太极是福分不够 第二年就入关了 那么在太和殿军上宝座坐着女黄太极了 历史评价就不一样了 黄太极这一死 传说就有了 特别在民国初年 说黄太极被别人害死了 被谁谁暗杀了 种种版本 那黄太极到底怎么死了 到底是被谁暗害杀了 我说黄太极 他生前太胖 又好吃肥肉 脾气还暴躁 性行有多疑 用我们今天话来说 他三高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死的原因 用今天话来说 就是脑脆中 或心梗 就心脑血管病 突发死了 他头一天 就黄太极太兴奋了 他那个黄五女 就五公主下架 他太高兴了 在重政殿 在这个赌宫殿 就是重政殿 举行盛大的仪式 庆祝啊 歌舞啊 宴会啊 很劳累 晚上呢 又把公主啊 阿佛又找着 又举行宴会 闹腾得很晚 那这女儿就出嫁了 夜里头 就坐在 清宁宫的床上 雾鸡而终 暴崩 突然就死了 所以我说 黄太极 原来就有三高的病 就有心脑血管病 这天过度兴奋 和过度劳累 突发 或脑脆中 或心梗 突然就死了 酒鬼酒赋予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你贵姓 你是哪里人 这是人们交往中 问到的最多的问题 那么 我的姓是来自哪里 我得姓的第一位先祖是谁 百家讲坛 推出系列节目 前文中解读百家姓 第二个一案就是顺治继位一案 黄太极死了太突然了 他也没想到他52岁就死了 没留一言 谁继承皇后没留一言 怎么办 国不可一日无主 根据诺尔哈市死之前留下规矩 新的大汉 要经过推选 谁推选呢 当时是七个人 就四个亲王 三个君王 四个亲王是李亲王戴善 郑亲王吉尔哈郎 瑞亲王多尔滚 和肅亲王豪哥 还有三个君王 英君王阿基格 裕君王多多 和尹君王阿达里 七个人 会在哪开呢 就在崇敬殿开 这儿挺了黄太极的遗体 这儿有开会 这个会的过程 朝鲜一个材料 把这个给记录下来了 汉文满文都没有记载 记载非常清楚 我把这个过程跟他说一下 你看着这个过程 就对因为装飞 伪先一拖滚 所以皇帝才给他儿子 不可靠 这七个人是高端机密会议 大清门兵都拔起来了 第一个戴善法爷 他老大了 他哥哥死了 他失忌了 大悲了 李亲王戴善 他六二岁了 他第一个法爷 他是大哥 帝制长子 当成大统 长子是谁呢 就是肃亲王豪哥 皇位继承最有希望两个人 一个是皇太极的长子 肃亲王豪哥 一个是皇太极的十四帝 锐亲王 卓尔滚 两个人岁数杀一岁 差不多 都黏福利强 那戴善先提出来 帝制长子 当成大统 那就豪哥当成大统 注意啊 戴善啊 代表两个红旗 帝 那个系统 皇太极那些 是两个黄旗 戴善是两个红旗 就等于四个旗 支持帝制长子来进入皇位 这是第一个会合 这个时候 豪哥什么态度啊 豪哥 按某些公司的双方 好啊 谢谢诸位大哥叔叔啊 就这么着了 豪哥没有 豪哥认为啊 两红旗支持 我自己有两红旗 八个旗 有四个旗支持我 再有一个旗过来 我就斩多数了 很有信心啊 他是帝制长子啊 豪哥说了一句话 八个字啊 福少得博 非所堪当 我福奉不够 得了秀恩也不够 不能堪当这个大人 他是牵辞一下 让大家再推 让大家再推 再推 三推 他再勉强接受 当年他爸爸就这样 你跟你爸爸不一样 他爸爸当时权力在握 威信也在 跟赵康颜也不一样 逛上来是黄袍加身的 你跟他也不一样 第二个回合 多多就站起来 多多最小 多多说 豪哥不同意 豪哥是他直的 他就叔叔 你别看他小 他只叔叔 他豪哥不同意 那就大哥来做 就戴善来做 戴善干净 以自己年老 推托 他知道他不可能做 戴善也不成 豪哥不成戴善 到第三个回合了 多多又提出 大哥不做 我做 他做 多多个人说 神帮有你 轮不到你 那我不做 那就我哥哥多多多做 这个时候 豪哥一看 你看豪哥 戴善 多多多多人 就提出四个人来了 这事都分散了 其他人没有 富裔 豪哥的 他就生气了 就离开了 你这时候 你不能离开 对不对 你平之称投票 关键是 你不能离开 这时候 豪哥离开了 就会没法开了 展示修会 会下预长 要再开会 郑亲王 吉尔哈朗说了 说既然是 帝之儿子来继承 豪哥又提出来 再考虑 那就请帝之九子 六岁的福林 继承 我和瑞亲王 多尔鬼 我们俩夫政 多尔鬼就发言了 他同意 所以还是一个 帝的儿子来继承 那就是由福林来继承 我和吉尔哈朗 我们俩亲王来辅政 注意啊 戴善两个旗表态了 儿子吗 皇子吗 皇子两个旗支持 多尔鬼呢 是代表两个白旗 两白旗支持 一个蓝旗 吉尔哈朗支持了 就是八个旗里 至少有七个旗 这些事 我打过一个比方 叫八旗制 类似股份制 八个谷 董事会开会的时候 八个谷 对等的谷 有七个谷赞成了 表态赞成了 这事基本就定了 在这种情况下 定了 福林 继承华为 多尔鬼和吉尔哈朗 做福政王 后来叫舍政王 我们看哪 这个时候的庄飞啊 先生刚死啊 突然死了 昨天刚死啊 今天就开会 哭成泪人了 那个院都拔起来 任何人不许进的 绝对机密会议啊 那剑都拔出来了 枪都拔出来了 你庄飞 你有机会和多尔鬼 在一块私通 商量谁继承华为 绝没有这种可能 而且庄飞 你姑姑皇后在啊 人家还有两个妃子 也都在啊 你来活动 所以说是 庄飞 尾声于多尔鬼 陪多尔鬼睡觉 答应一个条件 多尔鬼让他儿子 来继承华为 甚至有 这纯属细说 大家一笑置之 不可当真 第三 庄飞下架一案 我在大故宫 皇太后宫那一节 详细讲了 庄飞下架多尔鬼 的问题 大家可以参考 我就不再重复了 我认为 庄飞和多尔鬼的 情妇可能有 下架 绝对无 酒鬼酒 富玉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精品晦涩的故宫文物 为什么要踏上 漫漫南迁之路 守护国宝的人们 又有哪些 感人肺腑的故事 敬请关注 大故宫之 国宝南迁 在清朝康熙乾隆年前 随着国家国力的兴盛 皇帝们不仅北上避暑 寻兴江南 心里也惦记着 回东北老家祭祖 经过不断的修缮和改革 清朝中期以后的沈阳故宫 比太祖太宗的时候 不仅规模大 而且品质高 沈阳故宫不仅是清朝皇帝的房子 更藏着皇帝的宝贝 在数以万计的館藏文物中 有些堪称国宝 那么这些文物都是什么呢 他们的背后又隐藏着 怎样的故事呢 下面讲三 清宫三宝 沈阳故宫 重要的文物 两万多戒 十戒比较数多 他们筛选了一下 国宝 十戒 这十戒 我们都可以通过电视 看到画面 一 后金天命云版 二 黄太一妖刀 三 金带 蛟龙钮 大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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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可以看到 还有三件 我把这三件分的头说一下 第一件 诺哈池御用宝剑 诺哈池御用的宝剑 最右边这儿是并手 第二段是剑柄 第三段剑心 第四段剑身 第五就是剑翘 非常珍贵 国家一级文艺国防 乾隆的时候 在这儿加了一个皮条 就是请沈阳皇宫 旧藏太族的御用宝剑 这个宝剑有故事 我跟大家说一说 诺哈池从他六十族 蒙哥第二门开始 一直到他祖父到他 六七代 一直给明朝做边关 为大明皇朝终顺 刊鞭 受到明朝政府的信任 到诺哈池的时候 他祖和父母被明军给误杀了吗 他继续做建州所谓的一个小官 诺哈池是明朝的边关 要向朝廷朝贡 从赫图阿拉骑了马 两千多里地 骑到北京 向万利皇的进宫 完了再骑了马回去 一共是八次到北京来 所以诺哈池对这山川 礼城 撩如指掌 对京师的情况 也撩如指掌 诺哈池在万利二十三年 就1594年 又到北京 这一年明朝对诺哈池 有个重要事情 就封诺哈池为龙虎将军 为什么 除了他为大明皇朝 终顺守边有功 还有一个事情 就当时女侦的各部 有的特别忠于明朝 有的经常抢掠杀人 诺哈池就把一个部的小偷 叫克武石 用抢掠给杀了 隔下手机向明朝报功 明朝也需要在女侦各部 述个典型 述诺哈池 封他为龙虎将军 龙虎将军多大 明史之官志 记载 兵部尚书 二品 兵部侍郎 三品 诺哈池龙虎将军 散戒正二品 就级别相当于兵部尚书 这么一个高宝 但他不是十圈了 整个明代女侦的首领 或龙虎将近殊荣了 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哈达部的首领 王台 再一个就是建筑部的首领 诺哈池 有一些专家学者认为 这个宝剑就是当年明朝风 诺哈池赐给他宝剑 用厚金的工艺做不出这种宝剑来 热是钢的 所以这件文物太重要了 不仅是沈阳故宫的国宝 而且是我们国家的国宝 是我们国家民族协和团结的一件物证 第二件 皇太极御用路脚椅 皇太极御用这个椅子是路脚的 座是莫测的 这个路脚一共是十二个枝 就直叉 十二个叉 就四个叉后面和后背接 那八个叉一面四个 做扶手 这个路脚就是当时围猎狩猎打的那路 选择最漂亮的一个路脚 做这个路脚 路脚大 美 两面有对称 非常难得 这个路脚是黄太极亲自打的 还是其他的官兵打完献给他了 就没法考据了 黄太极是特别酷爱熟练 所以这个路脚椅 是黄太极涉猎的 一个猎物的一个凭证 更重要的 下面椅子是汉族的文化 上面这个路脚是满洲狩猎的文化 合起来 就是满汉文化 融合在这把椅子上表现出来了 而且这个椅子是清入观之前的 有很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 第三件 《千龙帝》欲比紫棋东来扁 《千龙皇帝东旋》的书 在沈阳故宫 他写了一个笔 紫棋东来 就挂在凤凰楼的门上 现在还有 紫棋东来一个典故 典故出的实际 老子韩非列传 说 老子西游 官令吟喜 望见其有紫棋福官 而老子果气清流来也 老子出关 看有紫棋在上面 果然老子称了 一个清流就过来了 特别是到了杜甫 有首诗 说 希望摇池将王母 东来紫棋满寒官 把东来紫棋 紫棋东来 点出来了 后来就用紫棋东来 这个典故 象征什么呢 祥瑞 福禄 康宁 和太平 紫棋东来 这个字 后来到关内就很联想 那么千龙帝的寻义 也是 也是紫棋东来 天下 和谐 太平 跟沈阳故宫有关的 还有一宫三陵 一宫是沈阳故宫 三陵呢 就是沈阳的东陵 就是诺尔哈治的福陵 沈阳的北陵 就是皇太极的昭陵 和现在福顺 新兵 永灵镇的永灵 就诺尔斯和皇太极 他们的祖类 圣经 一宫三陵 也列入世界 文化一产名录 而文化 不仅影响中国 也传播到世界 我在这里 还要提一下 千龙的圣经父 千龙到沈阳的时候 东寻写过一个父 叫圣经父 羊羊四千言 很长 千龙在圣经父 开头就说 以父母之心为心者 天下无不有之兄弟 没有兄弟不有爱 以祖宗之心为心者 天下无不目之 不人同族的 以天地之心为心者 天下无不爱之民物 事无能物 这就是说 思开创之为奸 知守称之不义 兴兴业业 为天爱人 就是要敬服 爱民 国运 为心 愿望随好 践行 却难 清朝是这样 历朝 也是这样 就是千龙 他是既要开创 守城的时候 又要为心 不断的前进 道理是对的 守城而又不断的开创 太难了 所以清朝十二个皇帝 只有康熙 虽悦守城 师同开创烟 守城当中又能开创 是很难的 守城当中不能开创 守城而固守保守 那么肯定一代不如一代 道理虽明 践行全难 实际作息是不容易的 下一讲讲 国保南迁 谢谢大家 红墙之内 是二十四位帝王的悲喜人生 红墙之外 是百石王侯的神秘府邸 翻山五元 梦回皇家园林的美轮与美欢 纵横南北 再现文物难迁的艰辛与坚守 白家正看新年再续 红墙之外的 大户